这是此刑犯和家人最后的告别画面 他眼中满是悔恨的泪水 让人不禁思考 是什么动机驱使他犯下如此恶行 连杀两人 好在作案时尚存理性 没有对小孩痛下杀手 如此最大恶极之人 妻子竟对他不离不弃 跟着安哥来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2012年12月7日 山东省早庄市薛城区沙谷镇西村 这个被含义笼罩的冬日清晨 不祥之感笼罩在董老汉周围 本应在家贪煎饼的妻子 一夜未归 怀疑妻子又去照顾生命的孙子 急忙去儿媳家查看 却发现大门紧闭 尝试联系妻子和儿媳 电话却无人接听 甚至联系亲朋好友 也无人知晓 董老汉此刻游入热锅上的蚂蚁 搬来提子翻墙进入儿媳家 当他趴在窗户上查看时 发现妻子和儿媳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孙子则蜷缩在角落色色发抖 两个人都躺在窗上 窗上包括地面上 包括这个被积上 包括肯定的学姐 警方迅速接着调查 经法医勘查 确认董老汉妻子和儿媳均死于凶杀 死亡时间在2012年12月6日 深夜11点至4日凌晨3点之间 那么凶手是谁 作案动机又是什么 秉着疑问 警方对现场仔细勘察 发现屋内抽屉有被翻动的痕迹 家中现金和饰品不翼而飞 警方初步推测 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 转变为故意杀人的案件 然而一切推测引来争议 如果凶手只为财 得手之后完全有能力逃脱 只因董老汉儿子在外打工 家中只有儿媳和老伴 以及年幼的孩子 根本没有必要杀人 即使盗窃未能得手 凶手也可以轻易逃脱 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 然而唯一能解释这一疑点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熟人作案 由于沙沟西村地理位置偏僻 村民与外界来往少 这个所谓的熟人或许藏于本村 为验证这一可能性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周围进行勘察和分析 发现了关键线索 一名邪印 这一发现帮助警方 刻画出凶手体貌特征 一名30左右的男性 身高不低于1米7 且有犯罪前科 在之后排查中 符合上述条件的所有嫌疑人 都具备不在场证明 难道侦察方向出现错误 有民警提出大胆猜想 凶手进入现场时 第一选择是厨房 然后进入卧室盗窃财物 如果是熟人作案 何必打费周章 这一行为似乎表明 凶手对死者家并不熟悉 这与之前熟人作案推测不符 在警方陷入困难之时 董老汉反映自家电动车不见了 很有可能被凶手用作逃离现场的交通工具 由此推断 凶手可能是徒步来到案发现场 行凶后骑走电瓶车逃离 警方改变策略 以车找人 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和寻找目击者 最终在50里外的河沟里 找到了被凶手骑走的电动车 这一发现将嫌疑人指向孙奇武 加入周映镇 可他的年龄身高等情况 与警方刻画嫌疑人特征不符 并且孙奇武没有犯罪记录 在进一步调查中 孙奇武透露 扔电动车是外甥王新刚要求的 警方据此确定 王新刚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且他住在案发地沙沟西村 而在之前排查中 王新刚已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但村民表示他外出大工 妾家中大门从外面锁死 警方这才降低对他的怀疑 据孙奇武供述 案发之时 王新刚就在村里 完全具备作案条件 警方立即前往王新刚家中调查 发现衣物上满是血迹 经鉴定 其血迹就是懂老汉儿媳的 那枚脚印也是王新刚留下的 种种迹象表明 他就是本案凶手 据调查 王新刚35岁 已婚无业 他的身份和生活状态 与警方推断相符 案发后已经逃离此地 警方立即追踪到滕州 找到王新刚妻子 在警方追问下 承认王新刚曾来找过他 第二天不辞而别 前往浙江加刑 2012年12月13日 案发后第六天 警方在浙江加刑 将王新刚接纳归案 并将其关押回 善动受审 面对审讯 王新刚承认自己的罪行 并详细讲述在董家大院行讯过程 2016年12月6日深夜 趁着夜深人静 悄悄潜入董家 他的初衷只为填饱肚子 谁知事情发展超乎想象 在过去半年时间里 王新刚一直过着 昼乎夜出的生活 即便出门 也是翻墙出去 这就给左林右舍 造成外出打工的假象 而这种没半天没晚上的生活 王新刚犹如虚无缥缈的鬼影 可有可无 而他从成年到中年 曾因盗窃等罪行多次入狱 九样的父母与他断绝关系 直到2005年 曾英出现给了他温转 两人很快结婚 又有一子 可平淡入水的生活 王新刚早就厌烦 到处沾花一惹草 导致家庭破裂 只能独自返回沙沟西村老家 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 案发当晚 饥饿 驱使他潜入董家大院 在厨房没找到食物 决定去屋里偷东西换钱 正所谓酒壮怂人胆 抄起斧头进屋反找 结果没发现直签东西 最终将目标锁定在 还未关灯的西屋 反找时发出声响 害怕招来邻居 只能痛下杀手 孩子也被吓哭 幸好王新刚尚有一丝理性 将孩子哄睡后 将屋内现金和首饰偷走 自知犯下死罪的王新刚 骑上电动车跑路 为了拖延警方调查时间 从外面将大门锁上 回家后 将带有血迹的衣服换下 找到舅舅 孙七五销毁电动车 从而开始逃亡生涯 匆匆见一面妻子又逃亡浙江 案发第六天后 王新刚在浙江嘉兴 急拿归案 被捕后 王新刚情绪极不稳定 警方为了确保审判顺利进行 特批他与妻儿见面 尽管王新刚表现出痛苦和懊悔 但在受害者家庭看来 这些懊悔全是恶语眼泪 2013年1月17日 警方再次来到沙沟西村 归还王新刚偷走的脏物 看着这些首饰 董老汉儿子毒死人 虽然首饰被还回来 死去的人却无法复活 王新刚终将受到惩罚